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我们已经学会了单一物种的观察与记录 在本课程当中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相似物种之间观察与比较的技巧 我们这次的观察对象是校园常见的菊科植物 主要是针对头状花为黄色的物种 左图校园常见的菊科植物 兔儿菜 右图则为黄安菜 由于它们的头状花絮都是黄色的 且果实末端会有毛 所以也常被错认为是蒲公英 在台湾地区蒲公英其实并不常见 目前在公园路旁或校园偶尔能发现的 大多是西洋蒲公英 当年是为了原液造景的需求所引进的外来种 但现在已经溢出 所以在野外也可以看见 西洋蒲公英成熟后的果实末端 会有明显的呈放射状排列的长细毛 所以整个果序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白隆隆的圆球 在西方的传说中 在对着蒲公英许愿后 若能一口气将果序上所有的果实全部摧落 则所许的愿望就会实现 所以在西方 蒲公英也常被称为许愿草 由于许多作家喜欢将飘扬的蒲公英果实 当成追逐理想的象征 常会在文章中引述有关蒲公英的种种传说 也使蒲公英逐渐成了大家所熟知的植物 但在台湾地区 蒲公英并不常见 知道它真正样貌的人其实并不多 所以才会将其他开黄花 尤其是瘦果具有瘦毛的植物 都错认成是蒲公英 台湾原生的蒲公英 主要分布于低海拔的海滨或农肯地附近 近年来因为低海拔地区的环境干扰剧烈 生育地遭到严重破坏 所以在野外已经不容易发现台湾蒲公英的中引 左图为台湾蒲公英 右图为西洋蒲公英 乍看之下会觉得它们的外观非常相似 但若仔细观察一些细节 仍然是可以分辨出两者之间的一些差异 由图中可以看出 左方台湾蒲公英的叶子较薄 叶子边缘会略成波浪起伏 右方的西洋蒲公英叶子较厚 叶圆也较平整 边缘看起来较尖锐 若觉得这样的特征还是不好区别 那就来看看另一个更加明显的差异 仔细观察它们的头状花絮 会发现左图台湾蒲公英 头状花絮外的种包片末端会膨大 且有一明显的真后区 而右方西洋蒲公英 头状花絮外的种包片末端不膨大 看起来薄而尖 且很容易向外反卷 所以只要能看到头状花的构造 就能轻易地区别它是台湾蒲公英 还是西洋蒲公英 现在回头来看看校园常见的黄安菜和兔儿菜 这两种植物的头状花都是黄色的 乍看之下似乎不亦区别 但若能仔细观察、比较 还是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 黄安菜在台湾地区的分布很广 是校园、农肯地、荒废地或路旁最普遍的菊科野花 它的全株有卵毛 会有单一或树枝的直立精 植株高约20到30公分 叶重生于植株基部 金生叶量多且较发达 金生叶数量较少且叶子的面积较小 基生叶的叶片为导披针或导披针状椭圆圆形 外观呈提琴状语裂 裂片大小不整齐且深浅不一 顶端裂片最大 裂片边缘为不整齐的波状锯齿 叶柄常带有紫色 金生叶护生、数量少 面积也较基生叶小 叶片狭长、聚明显叶柄 叶片呈现语状生裂 头状花絮距生于金顶、数量多 呈紧密的聚散状排列 整体外观为圆锥形 头状花黄色直径约0.8公分 头状花絮全由蛇状小花所组成 组成头状花絮的小花数量少 约20-30朵 花奇长在台湾几乎全年都能开花 蛇状小花黄色、花瓣长条形 花瓣的末端明显列为五瓣 花药黑色会聚集生成巨药雄蕾 此蕾被包备于巨药雄蕾内 此蕾柱头二分叉 颜色为黄色 外形卷曲成羊角状 果实为瘦果 生长时花药会发育 生成细长的白色毛状构造 毛状构造成放射状排列 所以又称为灌毛 果实成熟后 顶端的灌毛会完全开展 所以整个果絮成圆球状 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带有白色绒毛的小球 瘦果茶核色 短扁仿锤形 长约0.2公分 果实外具有8至9条重钩 灌毛白色 长约0.3至0.5公分 是果实利用锋利协助散播的重要构造 土耳菜也是平地或山地的校园 墾地或平野肺根地常见的菊科野花 植株高约15到50公分 全株光滑五毛 净多分支成虫生状 略带些粉绿色调 叶子重生于基部 基生叶数量多较发达 金生叶数量少 且大小明显小于基生叶 基生叶具明显的叶柄 叶片为或宽或窄的线状披增型 长5至15公分 长5至15公分 宽1至3公分 叶子全圆或边缘具有非常浅的波浪状锯齿 金生叶护生 数量少 无叶柄 有些基部会略成爆金状 叶片外形 批增型 全圆或疏锯齿圆 头状花絮 聚生于金顶 头状花 聚明显长柄 呈较舒散的聚散状排列 整体外观为圆锥形 总包片和深层辖中型 长约0.8公分 头状花黄色 直径约2至3公分 组成头状花絮的小花 数量少 仅约20至30朵 头状花絮 全由两性的蛇状小花所组成 花期很长 在台湾几乎全年可见开花 蛇状小花花瓣长条形 颜色为黄色 花瓣的末端明显五列 熊蕊巨药 花药黑色 花粉粒则为黄色 齿蕊包备于巨药熊蕊中 柱头二分叉 颜色为灰黑色 外观成反卷枝阳角状 果实生长时 花药会发育成白色的灌毛 果实成熟后 灌毛完全开展 整个果絮看起来 会像是一个带有白色龙毛的小球 果实为红棕色 瘦果狭披增型 长约0.4公分 果实外有多条重钩 瘦果顶端 具一额外细长构造 使瘦果总长接近1公分 灌毛白色长0.5至1公分 是果实利用锋利协助散播的重要构造 经过上述的观察可以知道 校园常见的黄安菜和兔儿菜 虽然都开黄花 果实末端也都有灌毛 看起来好像很相似 但仔细观察比较 会发现二者间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 以基生叶而言 右方黄安菜的叶子层提形形的羽状生裂 裂片大小不整齐 而左方兔儿菜的叶子则是全圆叶 或仅是边缘具有波浪状的浅锯齿 二者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 以金生叶而言 右方黄安菜的叶子具有明显的叶柄 叶片呈现羽状生裂 而左方兔儿菜的叶子却无叶柄 甚至基部略成爆金状 叶片的边缘为全圆或锯齿圆 也和黄安菜的金生叶有明显的不同 以头状花的数量和排列而言 右方黄安菜的头状花数量较多 头状花的花柄短或不明显 头状花在金顶排列成紧密的巨散状圆锥花絮 而左方兔儿菜的头状花数量较少 且头状花的花柄较长 所以在金顶排列成较舒散的巨散状圆锥花絮 外观上二者也有所不同 以蛇状小花而言 这两者的花瓣皆是黄色 且花瓣末端均明显五列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但仔细比较仍会发现在大小上的差异 右方黄安菜的蛇状小花长度通常不超过0.5公分 而左方兔儿菜的蛇状小花则较长 有些长度甚至能超过一公分 若觉得大小的判断不易且容易出错 那也可以参考池蕊的颜色 右方黄安菜的池蕊柱头为黄色 而左方兔儿菜的池蕊柱头则为灰黑色 这个区别就相当客观且明显了 若以果实做比较 可以发现右涂黄安菜的瘦果 颜色较红 外形较短胖 而左涂兔儿菜的瘦果 除了大小与颜色不同外 最重要的是瘦果顶端还具有一明显的细长延伸构造 外观明显与黄安菜不同 若要分辨二者的差异应该也不会太困难 由上述的比较可以知道 黄安菜和兔儿菜乍看之下虽然很相似 若能仔细观察植物、叶子、花朵与果实的特征 稍加比较 就可以轻松地区分出黄安菜和兔儿菜的差异 而为了取得相互比较所需的资讯 就得仰赖之前所学习到的各种观察技巧 这节课我们介绍了相似物种之间观察比较的技巧 至此我们所有有关观察训练的课程已全部结束 接下来课程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生物卫装的内容 也顺便考验大家的观察能力